因为一般IT的公司 像这个能量饮料 你怎么有个创意突然有这个点子 就是说我们都在做电脑 做伺服器 为什么会跑到这个路上去 那这个我要稍微铺陈一下下 从一开始先讲起 也就是说从最早开始 2014年初 当时我参加宏基公司的时候 其实宏基属于一个比较低价的品牌 那我们想说怎么样 把他这个品牌的价值增值 增值一上来的时候 我们找到一个机会就是电竞 那我们切进去电竞之后 也表现相当不错 去年我们做了大概400多亿台币 电竞相关的产品 那在里头风风火火 也看到了很多的新的能量的机会 那中间我们就跟了另外的能量饮料公司 做相当多的配合合作 做着做着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能量饮料跟电竞的电脑 它的用户群是重叠的 这个target audience 它重叠是一样的 所以那这样来讲的话 那为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 从一个产品的品牌 变成一个生活风格的品牌 开始进入其他的领域 围绕着这个我们的用户群 他们的食衣助群 我们来找到他们想要 而我们能做的产品中间 包括就是我们的能量饮料 那在这个能量饮料 相对于其他能量饮料 我们多加了这个叶黄素 所以说对长期要打电竞 打电动的人来讲 这个时候我要特别请教陈董 就是你现在像我们李坤耀 跟陈其红他们现在领导的加世达 他开始用一个旗舰的架构 就是说他不断地去变别人 然后慢慢把周边的像友通这些 他就把它纳到这个版图里面 像这个巨授也是 那红基走的这个路 跟他是不一样的 红基等于是自己养小基 而且这个小基 现在一家一家 慢慢都出来了 这个策略 对红基来讲有什么样的初衷 就是你原来的布局的一个理念 是什么样的一个初衷 这个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也有人问过我说 你为什么只有小基没有打击 那为什么不要一开始做并购等等 因为我到2014年 刚刚这个红基的时候 红基其实已经有相当多的并购的经验 但是经验没有很好 也亏了很多钱 那我当时做了一个动作 也就是我看一下公司里头哪些资产 哪些部门哪些生意 我们觉得有机会把它的格局做大 那从里头 我们准备一些机会出来 那再看看团队能够加速能力怎么样 就开始准备 分拆 然后让他们各自做作战 对 因为它必须优化 本身自己优化 红基公司在这过去四十几年来 可以讲我们母体是一个 以照PC为核心 已经优化的公司 所以我们在供应链 怎么样去到欧洲 到美国做生意 卖PC 卖money 其实我们相当优化 但是您刚刚提到 比如像资讯安全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套做法 它必须在整个作业上面 有好的优化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重新把它养起来 让它有自己的自主能力 让它有它自己的方式来营运 这是我们当时的初衷